LG324加百列脚架使用测评 全能脚架神之左翼 那就是我手上这只脚架云台 不再是传统的碳纤维黑色 全身散发出银白色的幽灵风格 是不是骚气十足啊 风光摄影师也稍微有点装逼的资本 那来图给它起的名字也是锐亚时尚 加百列源自旧约弹伊里书 意思是天神的英雄上帝之左手 先说套装价格 官方建议零售价5599元 先别觉得贵 还是先来看看到底有哪些功能 值不值得起这个价格 那实际使用中加百列324套装 又轻又稳 既能漫步天涯又可上天揽月拍星 下海漫门藏宝光 那我带着这只全新的加百列脚架 在新西兰房车摄影旅拍 整整两周 其中多次长距离徒步 包括号称世界十大步道的路特本步道 麦肯锡路段 每个人背负超过15公斤的过夜装备 徒步六个小时上山 第二天再用五个小时下山 那初冬时节踏雪而行 也算中高难度的徒步行走了 那哀哀白雪之中 银白色的幽灵涂装 无中轴状态下的加百列LG324 绝对属于颜值与品质共存 可惜尼康Z9是黑色系 如果相机也是银白色的 那就更配合雪山之上的现场环境 三脚架是风光摄影师最重要的朋友 相机可以不用Z9 进口可以不要原厂 但三脚架必须买一支 又轻又稳还要实惠 不要觉得贵 我用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这钱值得花 海拔1000米的麦肯锡湖白雪变 脚架直接插入冰冷的湖水 抓紧时间先拍几张倒影 然后开始日转夜转星空的岩石摄影 那岩石摄影动辄几百张 除了充足的电量之外 脚架稳定啊 也压倒一切 这么冷的天浪 我待在湖边雪地上等的实在吃不消 那好在营地 除了我跟童馨的比尔 就只有新认识的卢卡斯 他是住在惠林顿的新西兰本地登山者 我就把脚架丢在湖边 回小木屋自己动手砍木头生活取暖 那持续几个小时拍摄 最终的作品能说明一切 关键是你敢不敢把脚架丢在没人的地方几个小时 相信加百列能很好的完成工作 这是来图给我的信心啊 岩石拍完接着拍银河 银河拍完差不多就是拱桥 一击一镜一脚架 一样也都不能少 那从水里拿出来的时候 脚架的下面都已经结冰了 不过没有影响脚架和云台的操作性能 星空摄影对脚架稳定性要求很高 因为动辄30秒甚至更长的曝光时间 那在黑暗中靠着红色头灯的微弱光芒 还需要能够很方便的操作脚架和云台 那这几张分别曝光了240秒 主要是为了拍到更亮的地景 不过我现在反而想试试看 直接合成星轨效果 所有的摄影器材都要看实际使用效果 最终能帮你拍出什么作品才是关键 好不好用 比什么口号都靠谱 Z9加Z1424镜头不算轻 LG324让我很放心 加百列算得上真正的全功能脚架 可以理解为LS324的无中轴贴地拍摄 LP324海王的海水防腐蚀 再加上LQ324的三秒切换中轴 那三只脚架合而为一的终极解决方案 那先来看看无中轴状态 少了中轴肯定更轻便 这也是我徒步摄影的使用状态 当然有风的时候无中轴会更稳定 那最佳无中轴使用场景可能是拍摄倒影 比如这几张雪山镜湖倒影 贴地拍摄倒影自然更对称 无中轴当然不完美 因为无中轴意味着脚架会比较低 在围栏或者围墙后面就会遇到不够高的情况 那新西兰的牧羊人教堂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世界最出名的银河拍摄地 现在整整一圈都是围栏 如果没有中轴 我必须把脚架放在围栏内 除了小小违规之外操作还挺困难 所以中轴有时候很必须 增高30厘米很实用 加百列徒手三秒即可从无中轴状态切换为有中轴 让我来实际操作一下看看速度如何 旋转这个手柄啊只要半圈就完成松紧 然后按下安全锁数一二三 虽然有点手忙脚乱 但是完成了状态转换方便快捷 没话说 这里我专门说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功能 中控锁紧系统的小副作用 那先用新野仪式必须对极轴 必须先调整水平 如果地面不平 那么在粗条极轴对南北时 每移动一次脚架就要重新调整水平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还是谁用谁知道的麻烦啊 那加百列怎么解决这个麻烦呢 依然先调整水平 然后松开中轴中控 转动底盘大致对准南北 然后锁紧中控 然后再用新野仪的底座 精度调节螺丝 精准对极轴 不要小看它 有了这个功能 你在任何地形都可以方便的使用新野仪 再来看看海水防腐蚀功能 来图海王系列的主要卖点 加百列如果换上钛合金脚钉 同样无惧海水腐蚀了 可以参考我对海王脚架做的测评 加百列其实就把来图旗下 所有脚架的功能做了一个综合 最后还有一些使用心得 Mystic Q底座上有一个四分之一孔 可以加 附加一些轻便的设备 比如手机夹 但更重的设备 比如iPad 必须使用这个三八分之三 拓展螺孔 和普通的四分之一螺孔 有什么区别呢 主要它有防打转系统 配合来图的AM4大魔术手 再重的设备也都不怕 那不管是中轴还是无中轴状态 其实底下都有一个挂钩 我不建议挂包 风大的时候挂包 对稳定性没有任何帮助 我会放平脚架来增加稳定性 所以我会一般会把这个挂钩去掉 你会发现又多了一个普通的八分之三螺孔 你会怎么用好它呢 我把充电宝接上去 优兰指的摄影充电宝属于延长感设计 就像多了一个中轴 这样拍摄延时的时候 就不用打掉屏 而像这样更稳定的使用 记得充电宝一定要带一个PD Type-C输出 对于日转夜转星空这种 动辄几个小时的拍摄 充电宝边充边拍 必不可少 真的有那么好吗 说两个小缺点 感觉这个银色 银白色比较容易脏 我用了两周就多了一些这种小黑点 黑色斑点 主打颜值 会有点遗憾 对于普通的摄影爱好者 配合LH球台白色 好看功能也足够 不过我更喜欢极四三维齿轮云台 建议来图做银白色的极四来配 就完美 不过这样一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功能脚架 单脚架 建议零售价4000块 加球台套装5599元 你说贵不贵呢 我觉得对于预算充足的风光摄影爱好者 真心不算贵 起码一只脚架起到了三只脚架的作用 又轻又稳还能装逼 那如果你预算不足 或者没有70-200类似的大变焦镜头 可以选择LG284套装 直接可以便宜1200块 还觉得贵 记得加我的微信 粉丝优惠必须力度很大 最后想说的是 我曾经跨过三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感谢过去一年 大家对我的不离不止 就像这支加百列 神之着手 关键时刻 不会让你失落失望失掉方向 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詹姆斯风光摄影频道 一路上有你们真好